哈喽 大家好 今天呢 测的题目是 复合的可能性 就是两个人重新再复合 再决定要走在一起的可能性 然后因为今天外面的风雨声挺大的 因为台风原本是要来 然后现在走了 但是现在台风外围还是非常大的风雨声 但希望还是不会影响那个收音 因为我听一下收音应该也还好 只是会有风雨的配乐 请大家担待吧 那有三组 这是第一组 这是第二组 这是第三组 就是问说两个人复合的可能性 情感上复合的可能性 然后请帮我选时间轴 然后或者互动视频 就直接帮我点按互动视频的那一点 就好了 喜欢的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感谢 哈喽 大家好 抽到这组的伙伴吗 我看到的复合的可能性 其实是没有那么高的 因为这个魔术师正位就是代表说 可能有一方会有心欢 会有一些更好的对象 更好的选择 所以就无论是你还是他 应该都会有更好的选择 所以未必会把时间放在旧的人身上 那如果是千禅比较久的 就是比如说已经结婚离婚 想复合的 那会复合的话 那可能就是因为 两人之间确实还有一些感情 这个是属于千禅比较久的那个部分 因为这个前臂皇后嘛 正位就代表 尤其就是女方对男方还是会有一些感情 然后要复合也是不容易啊 除非就是他可以承诺一个更好的未来 那如果真的可以复合的话 因为这个前臂是正位的话 就是可能会是因为经济的因素而复合 就是因为为了经济为了家庭而复合 而不是比较情感的考量就小一点 就比如说两人已经有小孩了或什么不一定啊 因为你看这个是看这边 这个是看这边嘛 所以如果是在一起很久了 或者是有孩子的 那应该还是会复合的 尤其是有小孩的 绝对至少还是亲人的感情 这个是 这个是 是跑不掉的 但如果是那个 新比较认识比较 时间比较短的 还在评估的 那就是可能你们彼此都还有 更好的选择也未必 因为 嗯 因为这个圣杯巴也是就是想要往前走的 想要两个人都想要move on 都想要不断的往前走的那种可能嘛 因为就是两造双方都不知道是不是各有各的生涯规划 不一定啊 嗯 就是 或者 或者就算是不复合的话 就是 也是暂时不复合 因为也有可能说 嗯 我现在讲的是那个比较是 还是 两方都还是比较单身的 就是如果复合的话 也有可能就是两方都各自在 对自己的生涯 各自探寻一段时间 就是复合 就是两人各自游荡探寻一段时间 嗯 然后 或许会因为一时的心软而就是在走在一起啊 这是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 是不是真的可以走得很长远呢 嗯 如果是单身的两个 没有小孩的想要复合 如果要走的长远就是这个钱必实 这个 整个家庭的protection 整个家庭的家族的保护的力量是要有的 就是要从很实际的面向去考量 那 有可能就是你们就是原本在一起 然后过一段时间觉得 是不是暂且分开一下比较好 因为有一些家庭啊 经济啊 嗯 家长啊 种种的因素的考量 这个 这个也是这种状况的排面 嗯 就是 如果没有办法决定的话 就是可能就一直分分合合分分合合吧 总之 这一张 重点在这个钱必实的这个力量 有没有办法确认啊 如果钱必实的力量有办法确认的话 就是也许可以走到最后 如果不能确认的话就是 一直分分合合一直分分合合 就是有可能的 我现在讲的 一直分分合合就是两边是没有小孩的 那有小孩的大概 有小孩的大概就是亲情啦 亲情的状态是 是跑不掉的 无论你们的法律关系是什么 就是有小孩的基本上他那个 为了那一个一个家的这个稳固 无论南方旅方看到哪一面 都会为了一个基本的那个 给孩子一个家而保持的一定的完好的 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那或者或者尤其是你们之前 如果谈分手谈的还蛮和平的话 有小孩的那是几乎是有可能 就是就继续一直维持下去的 有小孩的复婚是绝对是有 有办法的 就是复婚啊 有小孩的要复婚 对你们来说 我觉得这副牌面基本上是完完全全 百分之百 有小孩的没问题 但是没有孩子的呢 我不是 我不是 很能确定你们后续的发展 因为就是没有孩子的就是 现实的因素导致你们两造 没有办法一直在一起啦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现实的因素就是 家庭啊 家长啊 经济啊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点啊 有一张掉出来了 S of One 就是除非有一方就是很强烈的 就是很想要去 去复合 那或许有可能会 会有机会 就是一定要有一方 很强烈的去采取那个复合的行动 那才有办法说就是继续继续走下去 那如果你们两方都没有非常强大的行动 我觉得复合的力度就可能没有那么高了 如果是复合的话 那这将会是一段 全新的开始 尤其就是如果两方都是没有小孩还在考量 然后 分开一段时间 然后现在想要重新在一起 那一定是这一段关系新的里程碑 全新全新的开始 然后可以把过去的那些统统给抛弃掉 从彻彻底底的重新开始 这也未必啊 也许会走到这一步 因为塔罗这种东西 它是非常看 你的每一个当下的决定的 所以我才发觉说 我很想要一直做一直做 才有这样子办法给你们测嘛 因为它是它是会变的 对 它有可能在你每一个决定的那个时节点 就导致了下一个下一个变化 这是有可能的 那也有可能就是 到最后就是有可能是完完全全 就是就完全没有的 因为圣碑山就是就是代表他有其他的选择嘛 然后他又是反排 就代表说他可能就是各自就选别人了 就蛮符合这个魔术师正位的 蛮符合这张牌面的 这个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啦 因为大众占卜他没有什么很大很多的那个具体的事项 所以大家要自行判断 然后这个8 of Wands就是这个全账八的反排 那几乎就是不太可能复合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测这组你们复合的可能性高不高 我觉得只有两成 测这组复合的只的百分之二啊 大概就百分之二可以可以复合 百分之二十啊 百分之十到二十可以复合 然后除非是两个有小孩 两个有小孩已经结婚的那个复合的程度会 会会会会高一点 那如果是两个已经就是在席一段时间的话 就算你们再复合 然后有可能再分开 就是没有小孩的复合有可能会再分开 总之就是会分分合合 然后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是因为你们你们各自的生活的处境 跟家庭的价值观的造成的影响 他不完完全全是你们 是你们的那个 你们各自的 呃原本的 不是你们情感不好我觉得 我觉得是相处的问题 因为两张复合 所以你们其实你们的情感最开始是 已经有两张复合 这个真的是 这种这种能量就是很自在 然后很很天真 然后很很探索的很向外探索的一种一种一种能量 然后就是其实对未来你们并没有想那么多 你们就是直接就是因为那份情感就直接就往前走 但是他是不是相对之下就不会这么这么的有保证 我觉得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觉得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你们的开始本身就是一种 呃 非常 非常天然纯真的 然后那种 呃很自由啊 很自在啊 然后 重新的一种一种开始吧 就是一种 很强的吸引力 然后 呃会不会一直走下去呢 嗯 不一定 因为你们两个 至少目前看来两人各自先维持单身 就算你们还是有其他的选项 我觉得你们两人各自先维持单身 把精神放在 呃感情以外的地方 可能工作上或者是哪里 对你们来讲都是比较好的 因为生命不是只有感情 然后 你们这一组可能你们各自的生涯 有其他的部分需要去探索 嗯 男方要去走 他自己的路 应该他还在找嘛 然后女方 女方要去当天使吧 我所看到 我所看到的那个感觉是这样 所以这个会不会复合 可能性不大 至少目前的可能性不大 将来的话未必 不行 因为你们如果 你们两个吸引力 其实有 其实是蛮大的 是有吸引力的 只是 只是有吸引力并不代表说 一定会走在一起嘛 通常是这种状态嘛 嗯 因为有时候情感本身就是蛮疯狂的 尤其 两人之间可能还 不是很了解 虽然很有发展的潜力 可是了解之后 会不会在一起呢 还是 是分开呢 还是关系更紧密呢 这个 人家说相爱容易相处 男就是这个样子啊 嗯 所以其实 这个 还需要就是双方 更审慎的评估 而不只是一昧 就是情感上面的 的投入啦 因为 必须要真的去理解 对方 对方的 所有的生涯跟价值 还有自己的生涯跟价值 是不是可以走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会比较 比较 要接近于这一组想要 需要去知道的建议 那如果这 这组如果是有小孩的 因为 无论如何 就是有一个婚姻的状态要复合的 我觉得 几率就大很多了 但是这个绝对是亲情跟其他经济财务 还有家庭就是其他统和的考量 大于爱情的考量 嗯 我看到的是这个样子 好了 那我这一组就解释到这里了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喜欢的话 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然后帮我打开小铃铛 B站的话 欢迎帮我一键三连哦 谢谢大家 哈喽大家好 选到这组的伙伴们 嗯 因为这一组呢 如果你们复合的话 你们要把过去 所有的错误的模式都改正 你们才有办法复合 不然你们复合只是给你们自己 给找罪受而已 因为你们吸引力挺强的 但是你们的很多的方式就是 呃 不太一样 就是也是两情相略啦 也是 也是可以 因为有一个圣杯石嘛 也是有机会 但是你们要改变 你们要放弃原本你们自己的样子 你们才有办法真的去复合 不然我觉得就算复合了 到最后就是 呃 分开还是蛮大的 而且是 就算没有分开 女方也不开心 或者是男方 他某一部分 他对女方也不满意 就是女生可能在某个方面 在生活上要给自己一些纪律吧 我看到的是这样 嗯 就是 呃 我 其实这一组 我比较建议 你们先发展一下 你们自己 我没有那么建议你们去复合 因为 因为你们这一组应该迟早有一天 还是有可能会复合 这是其中一种 但是 如果 有一方就是 一直 一意孤行 非常任性 的话 就是 我觉得啦 我的直觉是 这一组的女方 是一直是伤害男方的 我所看到的是 女方非常伤害男方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总之这一组就是女方 他必须让自己的生活 嗯 他如果要做他自己的话 他就不要谈感情 他如果要谈感情的话 他就要在做自己 跟谈感情之间 找到一个两照之间的平衡 才有办法给一个 给大家一个健全的家庭的生活 才会 才会很和谐 因为我觉得这一组的女方是 一个很 很有内涵 很丰富 很独立自主 然后 很富足的一个女孩子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 你有一点伤害到男生 我觉得啦 我的感觉是这样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没有那么 那么建议说 你去跟人家附和 因为人家可能 对你已经 想要把你拉黑了 然后把你封锁了 老死不想往来了 我觉得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 因为你很像 有一点伤害到人家 我看到的是这个样子啦 因为 他会 嗯 这个 而且他的 而且他的男生 他这个男生是这样 他已经被你整 这男方已经被你整到 真的觉得很疲倦了 他可能也未必 未必想要理你 那如果他不理你 我觉得也是 我看这排名 我觉得还蛮正常的 因为宝剑4 宝剑4就是 嗯 放弃了嘛 宝剑4就是他想休息的 他觉得 算了 因为 太累了 太累了 就算是复合 有一些复合的可能性的话 他也会想要 让彼此再思考一阵子 才会有一个最后的结果 跟答案 也绝对不会是 现在复合 嗯 也或者是 那个男方做了什么 很严重的错 是让那个女方 就是非常的 生气 然后结局就 就变成现在这个结果了 这也是有 也是有一种可能啊 可是我总觉得 这一个女方是 是自己自主的 是很富足的 但是 你 你何必要去 去在意那个 男方的状态 然后再去造成 两兆之间的受伤呢 我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 对那个女性来讲 没有这个必要啦 因为 有吸引力没有错 但有吸引力 也 也 也不是 一定可以说 百分之百就是 就是会有一个 顺利的 的结果嘛 而且其实 其实这是一个 很理智的女生 应该是说 这个女生 已经在那个男生 或者是 在那个男生 心中留下 无可抹灭的伤痕啊 那个伤痕其实蛮重的 我看到的是这样 我不知道是这个女生出轨还是怎么样 我也搞不清楚 有一点 类似 为什么说是女生 因为排面啊 嗯 排面我所看到的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女生 她 她很自给自足 她很满足 然后 她的生活 可以把这个过得不错 可是她很像 她既想要家庭 又想要自己 对啊 这女孩子是一个皇后啊 外面的雨还真是大啊 然后命运之轮 这个女孩子是皇后 然后 你们走到这样 也是命运之轮 然后这个男生 可能已经 这男生他已经没有那个 力气去 去再跟你们一起走下去了 因为权杖国王的反派 这女孩子或许是 他心目中的皇后吧 然后 你们会 会相遇也是 也是因为 也是因为你们的 你们的 缘分 你们的缘分就是这个样子 你们缘分也是 很像也是注定相遇的 那如果会再复合 如果再复合 真的也有可能是 如果会再复合 就是你们两个的缘分 冥冥中天注定 然后不会分开 就是 就是你们真的彼此吸引力很大 然后那个男生 真的也确实真的很喜欢你 然后那个女生 他或许只是 或许是那个男生本身 他过去的情商 让他自己就是比较脆弱 所以他就 没有办法去 去 去走出来 然后那个女生 可能因为某一些 其他的缘故就 可能其他的考量啊 因为每个人 还是要去照顾自己 一些事情嘛 所以就没有办法 完完全全的 呃 去配合这段感情 然后渐渐的就走散了 但是这个女孩子 在那个男孩子心中 还是皇后啊 有这个故事的可能 也是有可能的 这个版本也绝对有 就是 符合是意料中事 但是我觉得不是现在 因为 因为他权杖国王的反派 虽然 虽然他是 虽然 那个 女孩子是男生心目中的皇后 但是 嗯 他现在也不会 男方 现在也不想要行动啊 因为 因为他觉得 他觉得好累哦 总之这段感情 还是有情分在啊 如果那个女生 主动提复合的话 那个 纪律会高一点 如果那个女生主动提 提复合 那 状况会比较高一些些 可是 可是我觉得 权杖国王的反派在那边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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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必 因为权杖国王的反派 是很强烈的反派 也就是你们两个缘分还没有到 他是一个很强烈的就是不想要去复合的反派 所以其实复合的可能性 不是很大 因为 因为这个女孩子他 我建议他还是自个就好好的过他自己生活 然后跟那个男生维持友好关系 然后不要再去伤害他 我觉得这样就好了 因为这男生可能 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去负担你们之间的爱 因为他他现在没有办法 因为权杖国王的反派就在那了 而且他短时间搞不好根本也不会去想要去想跟感情有关的事 就是想说 以后就再说吧 因为既然缘分是这样 很多事情本身就是要且走且看的 然后 这个世界牌在那里是有一些 可能两个人都还想要去看更大的世界吧 然后这死神 某个程度上 某个 复合的几率大概也是百分之 最 看也顶多就最多就30吧 因为 有这个 复合的几率真的不是很高 除非你们是结婚之后又离婚 但我觉得结婚之后离婚之后还想要再复婚的话 那个男方也会觉得没有必要 女方提的话会比较有希望 可是男方他可能也不会觉得很有必要 我看到是这样 因为可能 女方曾经在他 在 男方心中 是皇后没有错 但是也伤了人家 而且某 那是无法很难去 去修复的那个伤痕 就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啦 总之 我觉得这女孩子 我不是 也是可以跟对方一直维持 朋友的关系啦 但是情感就是 现在 复合不是 目前看到就是还不是复合的好机会 因此就是希望 希望如果你们要提复合的话 还是 先不要提好了 先放在心中 以后再看看 因为有命运之轮 以后再看看 现在是真的是不行 就算有机会 现在提也机会会少很多 嗯 那我这一组就帮大家 解采到这里了 希望 喜欢的朋友 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然后帮我打开小铃铛 希望对大家都有帮助 方便的话 帮我 按一键三连哦 感谢 感谢大家 哈喽 选到这一组的伙伴们 嗯 很抱歉哦 我看到的是 你们两照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复合的可能性 而且 其实如果是你有时女士女方 你自己已经知道这个没有复合可能性的答案了 只是 你就可能不甘心想要来问一下吧 我看到的牌面确实 复合的可能性很低 这是三组里面 复合可能性最低的就是这一组吧 那 不是很建议你们再一直纠结在这一份情感当中 因为 他比较建议你去多交一些其他的朋友 然后 多看一看其他的风景 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讲是 是比较好的 因为就算你们复合了 你们也是一天到晚 吵来吵去啊 没完没了的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一组我看到的是这样 嗯 你们几乎是 你们要再继续往前走 一直在去 互助合作啊 那个几率真的 走在一起 然后互相帮助 互相扶持 这个 这个不大啊 这个那个 机会真的是不大了 因为你们在一起就是互相 给对方扯后腿 完全是一个给对方 给对方扯后腿的关系啦 没有办法真心的相处跟付出 的话那么复合 没有任何意义 那不如早一点认清两个人根本就不适合的这个现实 我觉得这个对你们来说是比较好的 因为 嗯 排面很清楚 几乎每一张都是说 复合 完全不可能 因为你们两个人根本不适合 而且女方自己很清楚这个人不适合不适合你 尤其是女方你应该很清楚这个男的不适合你 你要去找其他的方向找其他的朋友 然后 去给自己多一些好的规划 因为他 他不是一个适合你的人 甚至连朋友都很难做 因为已经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人了 就不要再去想他了 这个 这个就是我就真的建议你彻彻底底就是完完全全的放下 因为 因为就是一个不适合的 完全不适合的感情 不适合的爱然后 就是根本两个人 就是不合啊 不合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嘛 放下 就是往前走了 这样子我觉得就好了 嗯 大体上就是我就是 这组我就非常非常的建议说就是放下 完完全全的放下 不要再去想 跟这个人的关系 你们两个是因为误解而结合 因了解而分开 分开之后怎么有可能会再符合 这组基本上我也不打算补牌 因为 太清楚了 就希望大家就可以去 用 比较宽量的心去面对 因为 我觉得你们两个 尤其这一张 我觉得你分开的话反而对你来讲是一种庆祝吧 嗯 他每一张几乎都是说不可能复合不可能复合然后这张又很明显的告诉你 就是 分开对你来说是庆祝 所以说 我就祝福这组的朋友可以有更美好的人生然后 朋友暂时考不好也不要当 因为感觉上 很像是鼓励你去交其他的朋友 目前我的拍面是这样子啦 如果有有帮到大家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与分享 那如果觉得很像不是您的情况的话就去参考其他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听 喜欢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打开小铃铛 B站的朋友 方便的话帮我一键三连哦 感谢大家的收听 再见 再见